她从浙江学霸变成了浙江校花 高考成绩679分 理科状元 数学学霸 原本可以顺利走进孟美以求的清华北大 结果却嫌离家太远果断放弃 选择了离家进的浙江大学 在步入大学后她也没有闲着 每天在短视频分享了些搞笑 无厘头的寝室日常 短短半年时间就成功收获百万粉丝 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搞笑网红 一般理科学霸给人的印象都是呆呆的 只知道学习 没想到这位小姐姐还有这么强大的搞笑幽默基因 更没想到她在最强大脑的节目上 用超强的实力 掩押同场竞技的其他名校学生 包括清北生在内 那么她究竟有没有因为后悔过 放弃人人求而不得的清华北大呢 她本名叫陈贤 往后名叫陈贤贤贤 2001年出生在温州瑞亚 目前就读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班 主要研究金融方面的专业 从小陈贤就是家长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好 性格好 长相也不错 上学时 十个女生里面就有九个对数学过敏 可陈贤不仅不过敏 还很擅长 基本每次考试数学都是满分 连以为她会想成为科研人员或者数学老师之类的 万万没想到她小时候的梦想居然是当女明星 只可惜按照她现在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只能去做谐星了 8020年 陈贤以679的好成绩被北大清华录取 结果贤太远选择了本省的这张大学 这张大学虽然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名次的 但比起清华北大还是差很远 也不知道陈贤的父母是融合允许女儿这般任性 韩创苦读十多年不就是为了拿到那张人都想要的清华录取通知书吗 结果她说不去就不去 不过这并不耽误她变优秀 进入这大后 陈贤靠另立脚本走上了人生巅峰 她把和同学相处的搞笑日常发到了网上 结果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短短时间就收获了百万粉丝 从此她便走上了搞笑女的不归路 拍摄的视频内容反转有趣 完全就是当代大学生宿舍日常的真实写照 例如当陈贤周末突然健身 以为她要脱单做准备 结果运动了不到两分钟 胃口就比原来好了两倍 一碗泡面被她吃出了龙虾鲍鱼的即逝感 喝个水喝出了王宝强在机场喝牛奶的模样 看到网友们纷纷评论 这个星球是没有在意的人吗 这般毫无形象 郭友同学娘追刺骨 竟有陈贤文袜子 每次一进入考试复习阶段 陈贤就会格外的困 这应该是所有学生通病 为了提神让自己清醒 陈贤直接脱下袜子温 简直比喝咖啡都管有 立马能把自己熏得跳起来 网友们看到都替她担心 这将来还炸得出去吗 比起这些真正让陈贤爆火的 应该是王宝的一句神评论 这大很好可惜有陈贤 这大很好可惜有陈贤 当时陈贤正躺在床上 为期末复习做准备 结果不小心刷到这大 在某英的招生视频 翻开下面评论一看 其他立马从床上跳了起来 终究是他回了学校百年轻语 看他拿着皮箱间就要离开的模样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陈贤骑着车往寝室走时 有一位学长偷偷给他车里塞了一项零食 原以为爱情就要来了 可当他高兴地回到宿舍 翻开里面的字条看是 以为的情书却变成了一句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的话语 终究是从最熟欢迎的学霸 活成了处处被嫌弃的神经质女生 每年一到毕业招生计 招生办的人都会用独特的方式 劝陈贤低调点收敛掉 这样下去确实很容易 把喜欢最大的学生都吓跑 当然搞笑达人也有展现学霸魅力面 今年一月份 陈贤登上了最强大脑的舞台 节目上都是来自国内外 数一数二的名校学生 而陈贤竟是一网红的身份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觉得他不配和这群高智商人群对决 可很快他就用实力打脸这些人 在速度比赛中的表现 令所有人关我们算看 他打败了清华北大的选手 成功闯入了12强 虽然最后还是遗憾落败 但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 既证明了自己学霸的名号 又利用节目提升了自己的热度 作为一个网红 有热度才有流量才有前转 如今大学还未毕业的他 就已经靠短视频实现财富自由 不过他依旧很努力 努力学习 努力搞笑 努力赚钱 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 所以他从来不后悔 因为距离太远 放弃了上北大清华 要相信只要是金子 不管在哪里都会发光